您最想关心的话题ING 总书记习近平在19大工作报告当中提到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为什么会赢得如雷的掌声呢 另外我们也来关心 当台湾推动婚姻平权渴望立法的同时 中国大陆也有人以一己之力 希望借由更多同样处境和诉求力量 串联来为他们争取权益 但他如何朝自己的理想前进 我们今天节目中连线访问中央社 驻上海记者陈嘉伦 嘉伦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两位主持人好 嘉伦你好 首先我们要先来谈有关习近平 他上任以来雷厉风行打击贪腐 在上次节目当中我们也有关注这个议题 那么有看到相关的统计数字 显示有多达100多万的党政军高原落马了 那么现在我们就进一步关注 有关中共十九大有宣布要制定国家监察法 这个跟现行打贪腐相关做法是有关的吗 其实这样子这一次呢 就是中共十九大的政治工作报告 我们可以关注到习近平他特别在反腐这件事情上 他做出了不一样的陈述 因为以前大陆在反贪腐 其实都是透过中共党内的中纪委 这样的一个机关 纪委机关 那其实就是一个党内的反腐 那那个时候蛮受到外界批评的理由是说 你用讲这个工具然后来清除你的政治方面的敌人 这样子会给大家这样的理想 那所以呢这一次的政治工作报告 习近平他就提到说 他要成立这个国家监察法 那这个重点就在于说 除了就是有这个监察法之后呢 他要组建在国家层级 在省市层级就要建立那个监察委员会 那这个监察委员会呢 就跟以前的党内的反腐呢 就不一样了嘛 因为以前是党内的 那现在就变成是国家的那行政单位这样子 过去好像在几个省市有在试点 不过听起来就是说 未来会变成全面来推动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中纪委 过去可能外界会有些质疑 现在是变成国家的机构哦 可以这样说吗 是是这样子 对没错 他就是说 以前是党内嘛 那现在就把它上升到说 那我们就到一个国家的行政单位 用行政法各种力量 然后去打击这些贪官啊 腐败的官员这样子 对 位阶有多高 位阶的话 其实这个国家监察委员会 其实呢 这一次虽然这样提出来 但是他并不是 像张主持人有提到说 其实之前就有试点 那其实可以注意到说 之前那个中共中纪委的书记王岐山 他在今年初的时候 他其实有提到就是说 他就已经明确指出说 其实明年就是2018年3月的两会 会通过就是正式成立这个国家监察委员会这样子 那这个层级呢 其实大家如果说他就是变成国家 这前面挂了国家这两个字 国家监察委 他的层级呢 大家就在想说 那有可能就是会达到说 跟中国国务院啊 还有全国两会 就是全国人大政协的那层级定例 那这样就是 如果我们再来看说 大陆现在的那个中国大陆的监察部 也就是现在跟中纪委和属办公的行政单位 他现在的层级呢 其实是在中国国务院底下 所以说未来呢 中国国家监察委 他一旦成立之后 他层级就会拉到跟中国国务院一样高嘛 那就不隶属于他 而是说平行的一个层级这样子 那所以呢 其实就有观察人士就说 那以后呢 就不只是党员哦 只要是你所有执行公务的公务员 都会受到这个国家监察委的监督 那如果说从政治的角度来诠释的话 就有观察人士说 其实这就是习近平以后呢 他就把反腐进入一种常态化 而且全面的覆盖 然后呢 把那个反腐这件事情呢 以前是中共党内的主张嘛 那现在他把它上纲到 是一种国家意志的展现这样子 是 佳伦那这个制定 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监察法 那对于这个相关的监察委员 他们在调查方面的话 他们有哪些的措施跟可能规范呢 措施跟规范 其实这个十九大政治工作报告里面有提到 就是说以前如果说 攀官啊 这些官员呢 他们一旦被受调查的时候 通常都是党内先展开嘛 我们会看到说 他们就会写说 某某官员就是 目前就是遭到双规这样子 那双规的意思就是指说呢 他在规定的时间 还有规定的地点以内 要接受调查 还有把问题交代清楚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根据中共党纪来执行 那如果说以后国家监察委 他成立的话 以后呢 就没有双规这件事情了 因为他就说 现在是要从国家的高度来反腐的话 双规就把它改成说是用流制这个词语 那流制的话呢 其实很明确 他就是国家行使调查权的一种手段了 好 非常谢谢嘉伦 为我们做详细的说明 那么可以知道呢 反腐上纲到国家意志了 未来要处理的 不光只是共产党党员 会覆盖到全中国大陆的民众 好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 也是从中共十九大报告当中 我们看到了一些出席的代表 那么对于总书记在报告 工作报告的时候提到这么一句话 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 并不是用来炒的 获得如雷掌声 那么这或许呢 可以显示出 也许民心呢 也是期盼政策能够出手 好好正视这个问题 那么嘉伦在上海呢 有这个机会 让我们从一些数字当中 来看到真实的民众 到底他们负担有多重 你特别还采访了 几位的上海的青年 他们对于这个购物压力大不大 是不是来跟我们谈一下 好像有一位目前购物对他来讲 并不会构成太大压力 好像是一名金融分析师 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我想很多年轻人应该会蛮羡慕他的 其实说到买房 好像两岸年轻人都觉得压力蛮大的 那其实这一次我在听习近平的报告的时候 当他说到说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那其实现场的掌声 其实长度还维持蛮久的 最后他报告他也一直提到说 要注重大陆青年的各种机遇等等的 那我想说房子跟青年 就是在他的报告里面占了一定的分量 那我想说那我们是不是找几个 在上海的青年来谈谈说 因为上海的房价非常高 我们想说那请他来谈谈说 自己到底快不快乐 那房子是不是给他压力 那所以我就跟他们聊天 那我就找了两个年轻人 那他们都是所谓的90后 一个就是1990年出生的 那另外一个是1994年出生的 这样子 那我就来请他们谈谈 那刚刚主持人有说到说 其实有些上海人他觉得买房不是压力 那我就找到一个1990年出生的 王凤孝 他是上海本地人 那他非常年轻 我就跟他说 你会觉得买房只是一个压力吗 那他就说 其实他自己已经买了房子了 那我想说 那他在上海买房 那房价一定很高 问他说多少钱 然后他就跟我说 我首付就付了人民币800万元 台币将近4千万 是啊 3700万的台币 那其实大陆的首付大概是三成 所以他这一个房子 其实算一算 其实新台币要破亿元 那非常贵 那45平这样子 不算小 但是其实价格真的蛮高的 那我就跟他说 那你这样子买房子了 然后你又是新加坡国立的研究所毕业 你应该很开心吧 你是不是觉得人生很快乐 他就跟我说 对啊 我现在是很快乐这样子 那我就想说 他讲现在好像要留个伏笔 那所以呢 对啊 他就留个伏笔这样子 然后后来我又去找了另外一个 1994年出生在上海 卖房子的一个房仲 那请他来谈这样 然后他是江西人嘛 就是然后就到上海来工作 我就问他说 你有没有想要买房子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 他只跟我说 其实我给我人生设定的目标呢 是分年度来谈的 像2017年呢 我就希望说 我可以存够钱啊 带我的爸爸妈妈 还有弟弟到上海来旅行这样子 那他也跟我透露了他的薪水这样子 他就跟我说 他是房仲 那底薪的话就是人民币2000块嘛 大概就是1万块左右的新台币这样子 现在每个月呢 除了底薪之外呢 还可以再赚3000块左右这样子 好 就5000多块嘛 那算也算就是台币 大概就是2万多块 3万块这样子 那所以其实 如果说他要在上海买房的话 你看刚刚我们说 那个王宋赚 他的房子一栋上亿元 对那你要买到什么时候 所以 其实我们大概也可以知道说 他也不方便去谈这件事情 他觉得说 这个好像太遥不可及了这样子 对他就很保守的跟我说 我希望说 今年的小目标是带爸爸妈妈来玩这样子 是 那这两位年轻人对于买房 他们还有哪些的想法呢 我们稍后请 嘉伦为我们带来第一手的观察报道 我们稍后回来 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延伸您的视野 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 您先访问这次随段出发的 阳广记者王卫婷 是的 今天在大陆福建平潭 举办了一场两岸关系研讨会 对世界经济于亚洲 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从政经情势分析 两岸交流观察 到新闻现场之籍 两岸ING 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剖析 请收听 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 王力杰 韩起贤 制作主持的两岸ING 是阳光被放打开了世界之窗 是阳光翅膀 环绕着地球飞翔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安居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连线 中央社驻上海记者陈嘉伦 来带给我们几个议题的观察 刚才我们谈到是中共十九大的 这工作报告出我关注呢 中国大陆未来反腐 会上升到国家意志之外呢 我想对于年轻人比较有感的 也是两岸民众呢 也会非常关注就是买房子 刚才嘉伦说你特别去采访 上海两位年轻朋友 他们对买房的这个压力 有一位感觉现在是不会的 但是你说他又预留伏笔 怎么说这位王凤孝 刚刚提到这个王凤孝啊 他说现在买房 哇首购可以付到这个台币将近四千万 数字很大能力也不做 但是呢预留扶贫纸的意思就是说 未来的房价可能会飙升吗 他有这种感觉是不是还是怎么样啊 就是他说他现在很开心 那我就说那你以后呢 为什么你只说现在很快乐 这样子他就跟我说 不是啦因为那个房子呢 不会永远是我的啊 不一定能够继续传给我的子 其实我就大概知道他的意思 因为其实台湾民众可能比较难想象 就是如果你在大陆买房的话呢 其实你虽然你可以获得这个房屋的所有权 但是土地呢是属于国有的 对没有这跟台湾不一样 我们买了就是你买的房子 就是产权就是我们自己的 就是属于我的 中国大陆不一样 所以呢他的担心就来自于这边 那我们还要了解的就是说 大陆的土地是属于国家的嘛 那一般像王凤孝买的这种住宅房 商品房这样子 他的使用权呢 其实只有70年 而且你这个70年呢 还是从那个开发商哦 跟政府拿到土地的那一天开始起算 所以你扣掉膝盖的那个过程 还有装修花费掉的时间 其实你住的时间呢 根本就不到70年这样子 那所以他担心的就是说 那万一我的产权70年后到齐之后呢 我的房子会何去何从 其实他担心的就是这个 所以访谈完他们两个人之后 我就发现说 买到房子的人呢 他虽然说会被大家觉得说 他是一个人生顺利组这样子 但是其实呢 他没有尽忧 但是他有远率 对那买不了房的人呢 他其实就是买不了嘛 他一辈子就可能赚不到说 买一栋房子 他真的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 这样子 是我们今天呢 是联系人访问了 庄社驻上海记者陈嘉伦呢 他为我们访问两位上海年轻人 一位已经买房了 一位对于这个买房的状况呢 还是想到现阶段 是不太可能购买的情况 为我们来分析一下 他背后有哪些的 我们要关注的部分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 另外一个一题 就是1989年出生的一位男同志呢 孙文林呢 两年前小汉男友登记结婚 遭到拒绝 将政府告上法院 最后是败诉 如今他转而立定一项计划 希望藉由更多同样处境 和诉求力量串联起来 为他们争取权益 嘉伦你也前往去采访 那这位孙先生 他打算怎么做呢 这个孙文林 他很有趣 前几天才跟他接触 他就跟我说 他现在呢 他要推动大陆的 同性婚姻的立法这样 他说呢 他打算花九年的时间 去访谈200个 就是想结婚的同志 因为他跟我说 大陆的反家暴法 其实也是走了20年的路程 那他们过程也是用这种访谈的方式去搜集个案 让这些人大代表们知道说 其实民间真的有这样子的需求 那所以他现在也是朝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在前进 这样子 嘉伦你怎么会接触到他 其实要采访像这样的对象 在台湾或许慢慢的大家更开放更多元 是有这样的机会 在中国大陆 他的心态是怎么样呢 其实他还蛮大方的 那时候会接触到他呢 是因为就是 其实他2015年的时候 就是到湖南长沙的那民政局 就是去登记说他要结婚这样子 就没想到就被拒绝了嘛 那后来他就把民政局告上法院这样子 然后后来这个事情就是 其实有外媒报道 那我这一次来上海 我就想说 试试看联系一下 这个年轻人有没有办法联系到这样子 那后来呢就真的 他就很大方的跟我说 好啊 他刚好就是二十几号的时候 在上海访问一对同志这样子 那他就说他可以找个心跟我碰面 那我就跟他聊天 他也很大方 那他的故事我觉得 你会觉得说蛮激励人的啦 他就是还蛮侃侃而开 但我就跟他说 诶我想请问你 就是说你几岁的时候 发现自己其实喜欢男生的样子 那他就跟我说 诶我五岁就知道了 对啊 那我就说 诶你怎么会那么早 就发现说自己是 那他就跟我说 那时候我们家的院底面 就突然来了一个 就是年龄跟我一样 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小男孩 我呢就三百六十度 无死角地 把这个小男孩调了一遍 然后呢 他就凑近对方的耳边说 诶你长得好好看哦这样子 那对方也回他说 诶你也是长得蛮好看的 那他就跟我说 其实他从那时候就开始知道说 他自己其实性向其实是喜欢男生的这样 后来他还跟我讲到 他在他奶奶七十大寿的那一天 哥哥姐姐们啊 大家都带着男朋友女朋友回来这样 那同桌的亲戚就开玩笑 就说诶 文里娜 其实你也到了可以带女朋友的年纪咯 这样子 结果呢 他就当着大家的面说 哦我喜欢男生 结果本来大家是很欢乐的那气氛 就突然间大家就沉默了这样子 那他也不当一回事他就说他回到家之后呢 才一进家门 他爸爸就从门后这样踢了他一脚 踹了一下这样 那结果他就回过头去就揍了他爸一拳啊 结果两个人就扭打了四分钟 然后呢就扭打到后来其他亲戚都上来 把他们两个人拉开这样子 那他就说其实父母一开始就很反对 就觉得说你怎么会做那么丢脸的事情 这样跟大家说你喜欢男生 那但是他害度其实还蛮正面积极的 他就跟我说他其实并没有放弃跟父母沟通 因为他说大陆的社会啊 还有整个意识形态其实是比较反对同志这件事情的 就是比较不允许这样子 那所以爸爸妈妈呢 就是没有在一个很好的媒体环境下 就去有这样子的资讯 去获得相关同志的资讯 所以他就很努力的去搜集境内外的各种同志的故事啊 包括说美国怎么样去推动婚姻平权啊 那台湾又怎么样 然后这样让父母一步一步知道之后 他的父母就发现了说 诶其实我的小孩并不是一个异类 他不奇怪啊 所以呢也就接受了这样 是那么在台湾有关婚姻平权的推动 其实整个过程也是非常的漫长 在台湾有个起家位 我想大家也会知道 那么就是说也因为在中国大陆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所以说你刚才说他希望在九年之内能够找到两百位的这个同志 是不是 有跟他同样处境的 所以表示是不容易找到 他目前找到几个 他目前呢 只找到三对 但是三对呢 非常不容易 因为我就帮这个孙文林算了一下 就说他的定点是在湖南长沙 那他就跟我说 他在北京现在已经访谈了两对同志这样子 那他在上海一对 光这三个案例搭高铁这样子 就已经搭了5090公里的路程了 所以呢 他就说那他换算一下 记录 他要收集两百个故事呢 大概就是需要九年的时间 那这个只是故事的完成而已哦 就收集而已哦 还不包括说 他接下来要怎么样跟那一些所谓的人大代表啊 还有政府单位打交道沟通哦 这都还不算在里面 所以到底可不可以顺利立法呢 其实他是蛮乐观的啦 对啊 那我们也就支持他啊 是 贾伦 那除了他要收集这样的故事之外 他还会用哪些方法 或者是去跟哪些地方做交流 来更表达自己的一些意见 跟看法呢 嗯哼 28号的时候 台湾不是要举行一个同志的游行吗 那他其实他现在 孙文林呢 他现在人就在台湾 他就是准备要去参加28号的这个活动这样子 那他跟我说 他之前呢 其实跟台湾的同志朋友们也都一直有联系 他自己个人去过台湾三次还是四次左右 那他就说 其实就是大家互相聊天啊 然后交换知识这样子 那我就问他说 那台湾的立法的经验啊 应该可以给你很多的帮助吧 然后可以让你在大陆这边就是去运用这样 但是他给我的回答却是说呢 其实台湾的例子 台湾的经验呢 鼓舞的性质比较强 因为他就说 最近两边的政治体制还是不一样的嘛 像他们这边要找到一些人大代表 或是找到一些政府官员沟通 其那管道是非常不偿通的 所以他就说台湾的经验 可以使用到大陆来的 其实真的很少 我们说他在推动立法之外 他也是四处去鼓励人家 就是同志们出柜这样子 他觉得说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 不要把他一直觉得说 这很奇怪的是要让大家去接受 所以他会鼓励身边的同志就是出柜 并且透过那种举办同志婚礼的形式啊 让更多的媒体 或是更多的单位可以处理到这个新闻 那他自己呢 跟他的伴侣呢 就是第一对在大陆举行公胎婚礼的同志 我就问他说 你那时候举办这个活动啊 就是除了外媒报道之外 到底有没有一些大陆的媒体 关注这件事情这样子 还是说其实他们就一律被官方封杀了 其实孙文林他给我的回答 你会觉得说他感觉是蛮孤独的 但是他又在这个孤独的路上 其实他是有感受到很多的善意的 他就跟我说 他那个时候他为了 他自己想要结婚这件事情的奋斗故事呢 当地就是湖南当地的那个文宣 那个部门就是都下令封杀 说一日不准出现在湖南当地的媒体 这样子不准去报道 但他就说呢 有些记者就是很好啊 就湖南的记者来帮忙 他采访完之后呢 虽然湖南省不能发 那我就给北京发 我就给广东发 就给上海发 所以他就说 所以湖南只要没有见报 没有见诸与市民 但是其他省市都纷纷发出了 他结婚啊 然后他交法院这样的讯息 所以他就说 其实大陆呢 他说他是跟大陆这个整个国家 整个体制这样打交道的过程 他觉得说 民间其实是有善意 他说其实不同的单位 对同性婚姻的看法呢 有鹰派 但是也有鸽派 他就跟我说呢 像是共青团啊 其实对他们就还蛮友善 除此之外呢 中国的司法界啊 也是对他们就是还蛮关心的 还有民政单位 也一直很关注这个议题 那他就说呢 但是广电总局啊 就是一块铁板这样子 不管怎么讲呢 就是不会在 有关于同性婚姻这件事情的 那种意识形态上面封守 所以他就说 短时间内可能没有那么快 让大家都去接受这件事情 那他其实他自己也意识到说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他愿意继续付出努力这样子 非常坚持自己的目标 这也是嘉伦 你带给我们大陆一位男童 这叫孙文林 他为了争取呢 同性婚姻 催生立法的努力的故事 今天非常谢谢 中央社助上海记者陈嘉伦 在今天针对几个焦点议题 带来你的第一手的采访观察 非常谢谢嘉伦 谢谢 谢谢嘉伦